苏联是上世纪后半叶唯一一个能与美国相抗衡的超级大国 两者虽没有明刀明枪的直接干仗 但是桌底下的小动作却一点也不曾少 正应了那句话 齐兴也薄 齐王也乎 1991年 庞大的苏联帝国解体 成为90年代最为重要的国际政治事件 回顾苏联70历史 你会发现这个帝国曾是如此的强大 却又坠落得如此迅速 事实一 苏联最兴盛的时候 人口超过2.8亿 国土面积达2200多万平方公里 是欧亚两大洲面积的42% 占整个地球面积的22分之一 约占地球陆地面积的6分之一 在人类史上仅次于大英帝国和蒙古帝国 事实二 博烈日灭夫执政的70年代 苏联与美国差距不断缩小 当时美国深陷越战泥潭 国力衰退 苏联风头渐渐盖过美国 其工业产值当于美国70%左右 军事实力则与美国不相上下 事实三 苏联虽然实行的是计划经济 但人民生活采取高福利待遇 教育由国家买单 学生从小学到大学 一入校就有免费医疗和保险 法律规定全民每人 每年有一个月的代薪休假的权利 产妇有三年假期 工人还可以免费到黑海休假 事实四 八十年代的苏联 军力达到了鼎盛 拥有五百多万兵力 这还不包括边防军和内务部队 主战五万五千辆坦克 装甲战斗车六点三万辆 核弹四万枚 事实五 赫鲁晓夫执政时期 苏联实行福利分房 每个家庭都能分到独立住房 人均九平方米 当时的居民楼按照统一的图纸设计 外形成长方形火柴闸室 很像过去上海的老工房 由于全国的房屋规划趋近一致 以至于苏联人出差到另一个城市 居然有跟自己家一模一样的房子 事实六 苏联时代 一卢比兑换0.6美元的汇率保持了三十多年 苏联解体后的头一年 卢布立马跳水到一美元兑换1400卢布 事实七 巅峰时期的苏联 化肥产量高达2500万吨 比美国多出200万吨 联合手机年产量11万台 是美国的3.5倍 拖拉机产量56万台 是美国是2倍 商船吨位2200万吨 美国只有1600万吨 石油产量6.5亿吨 这一记录 继承了苏联一波的俄罗斯仍没打破 事实八 抗战前五年 苏联除了援助中国1200余架飞机 各类火炮1600门 机枪1000停 步枪5万支 以及子弹1.8一发 还派2000多名志愿飞行员来华对日作战 击落日军飞机509多架 直到后来苏德战争爆发 苏联才停止对中国的援助 事实九 80年代的苏联首都莫斯科 拥有80多万辆私人小汽车 而当时整个中国的私家车 加起来也没有这么多 事实时 苏联解体快30年了 之际成了苏联部分遗产的俄罗斯 这些年没怎么发展 依然还有着让人不可小觑的体谅和实力